作為歡迎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 這個 這個綜合討論 大家譬如說剛剛對 我們兩位很務實的 我們曹縣長還有劉政工程師的 這個 就是說他們的一些 在地方的一些發展 有一些看法 你們如果有什麼建議或是有什麼看法 我們歡迎大家 來 發表你的意見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那因為 中文討論基本上不是只有 期限在今天早上的 這個地方的這個 就是 地方設計的這一點發展而已 我們也昨天的幾個議題 都可以大家可以提出來 那 那個 我們大會有 有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那個 就是說 初稿 但是這個初稿 當然有些朋友有跟我反映說 前沿還有裡面的一些東西 並沒有 他們認為 不需要寫那麼長 不需要寫那麼長 那我們就 我們先用這一個來談 但是 但是問題是大家可以隨時可以提 這樣子 隨時可以提 中文討論 來 先中文討論 那我們先中文討論 然後聲明等一下再來談 大家有沒有什麼 你下一位 我剛剛有跟高雄 在風城市討論 中國 我懷念我的意見 高雄做得非常好 但是說高雄得到什麼 移基城市獎 什麼健康城市獎 我覺得我不能接受 原因是高雄 原來的環境非常爛 那做得非常好 但是那種獎 然後後來又出現氣爆 在國際上 大家說 這個得什麼獎的城市 花生氣爆 這個其實是不好的 這是第一個反應 有沒有 這是什麼我看的 第二點 我有一個 資訊給大家 因為剛剛那些 這個太陽光電 大部分屋頂都是 都是黑色的 那有一家公司 叫做紫陽光電 它這個東西 是導光 所以它可以讓光 到側邊去 然後光電的東西 可以裝在旁邊 甚至激光型的 都可以裝在旁邊 所以這個是 一家小公司 從工業業衍生出來的 非常值得來應用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是 關於這個 這個租色 這個高級租色的問題 那我以前曾經做過一個老鼠龍 這個老鼠龍 都是那個 就是隨時在看著它 那我們 本來是 當成 就是 老人 的 這個建築 的 可以來 用在注射上面 那剛剛 這個 縣長提了一些 一些 這個 生子能的東西 其實我昨天的 我們一起裡面有 生子能 我只是隨便提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高教授 那 曹先生 大家 看面一下 食安問題之後 可能大家 腰掛了痛 那這次因為 陷阱 什麼條件會弄得那麼大 是燒燒 那基本問題還是在 將來我們會使用有 一定要用到工業用途 或者是我們燃料 或者是發電 如果沒有這樣走的話 沒有去出的話 它還是會回到 現在是 我們講 底辣的 桃件的 你說 黃線還是要改正 那麼 中國大陸的帝國有 如今它買到 核然的技術 可能已經 台灣太厲害了 台灣社群是很有技術 那我接下來 我們在公務 這個市場裡面的部分 有 應當到強制 這個 進行 這是大廠 可以像 好多點這樣 維修 維修基金 進行 就是 掌聲 好 我們其中 已經都找了一些地 希望能夠維修的地方 在北中南各地分散 就地不要成本 你載了這個 鎖水油 載到中部 南部 台北載到南部 一點點不會 好可憐 載到鎖水油 鎖水油 鎖水油是哪裏 台北都 所以現在是 台北市政府有 八點五十塊 你一部分是在做的 那個機構 我覺得值得 所以我們把 一塊市場成長的 裁作書會 好 謝謝 那個 是不是請 那個 吳 董事長 謝謝 今天早上聽這個 兩個發告 我覺得 非常好 這個 我們地方政府 已經做了這麼多了 一切 值得 推廣 我不曉得 也許已經在做了 不過我 聽來以後 我不曉得這個 特別朝鮮 我知道你做 發電 但是事實上你是整個地理 我有兩點 第一點 那個 丹麥不曉得 你們有沒有去幹 燒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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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也是做得 因為規模太小 後來 政府有獎勵 規模擴大 他已經那個 發電佔 整個丹麥的 這個 利能的一個很大的比例 我不曉得多少 這個 去過裡面看 我想那個 也可以參考 另外 我看那個 紅綠發電 丹麥也做得很好 但是他們的制度 就是用 瑞士火作社 我看我們台灣 很多對 紅綠發電 抗議 說聲音太吵 但是因為 那都是 大老闆 大公司 所以 他們覺得 你這個賺錢 跟我沒有關係 你這個 就是說 他不希望 這個紅綠 設在他的 反正 50 100公尺 如果用火作社 我看你也提到這個 那個 你 community的 一起 來投資 活作社 比如說這個 紅綠發電 由 附近的老百姓 來加進去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變成 他自己的 這個公司 賺錢也是 他分 那這樣收聽 忍受 那個 噪音 忍受度會高一點 因為自己的產業嘛 所以 我覺得這個 紅綠發電 這樣的 還有其他 就是因為他這個 綠能 都是分散式的嘛 所以可能把 這個地方的 老百姓 讓他們來參加 投資 這個可能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方式 來 降低那個 老百姓的抗議 好 以上兩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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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蔡奇亞還沒經過嗎 來 如果 是你給那邊 稻訊給我看 好慢喔 可是進度還是很慢 花多一個點要到島上來 在台灣本島來就來經過營營 可能我們都要來 跟營營縣政府或跟金和銅 我記得營營六千附近的 轟利好得不得了 還有那邊的海浦新生地 事實上比六千附近的一起 現在要起不夠了 所以浮動型的太陽能 小型的風力發電 小型的風力發電10k以下的價格不錯 我記得我們要鼓勵你 或者是我們 大家放幾天 那幾天在那裡蓋上 讓那個溫柱 讓它得利 台電在這個設計時就保證要收購 好 我們來 來 沒人問住 是我們來問住來出錢 我們來試試看 讓營營縣如果吃到甜頭 然後澎湖的風力發電 要輸送到營營來 所以我們可能要逐步逐步 用這樣的程序來做 所以我們可能把 放兩隻在墳里面的六千附近 卸小型的 10k以下 一度好像八塊多的樣子 他一定樂意 來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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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吃起來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 澎湖的烘廠 是前世代少有的 但是被雲林化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丹麥的那個 早清發電後來是集中 台灣要集中不容易 現在我們大概希望 台糖在屏東的大的養殖廠 集中式的早清發電 能夠規模化 謝謝 好我們現在那個 科幣科市長呢 一到我們會上 我們要請科市長上臺 科市長呢 他擺盲之中 來參加我們民間人員會議 那我們是 科市長可以馬上就 發表你的看法嗎 可以 我們現在就請科市長來講話 好謝謝各位 這個都不用準備 把選舉的時候 那個進給的 溫圈在哪一天裡面就可以了 事實上目前台灣 大概99%的能源還是進口 那大概70%是 碳化而物的能源 包括石油、氧氧氣跟煤炭 那 如果大家會關心這個題目還是核氏 我想核氏在政治上大概不可能再蓋下去 但是喔 核氏不蓋 才是問題的開始 不是問題的結束 這個以前就常抱怨說喔 核氏有一次我遇到零性異 他就一直在講這個案子 他說喔 有一句話 有沒有比貪污更嚴重的事 有 決策錯誤 貪污要貪污一千萬那不太容易 在現行的這個 這種審計制度之下 可是決策錯誤 一百億就不見了 還找不到人負責 那核氏就是一個典型的 現在不想找誰負責 大家都有負責 然後三千億就不負責 三千億 那時候林俊雲說 我當年照我的話講 雄水聊三八也一樣 啊起碼不要撒起 十八 你看看喔 這三千億對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影響多大 所以我們回去回想這核氏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重來一遍 要怎麼處理 啊其實這樣 為什麼講說核氏不蓋才是問題的開始 不是問題的結束 因為這個事實在喔 從產業政策、能源政策 到結合政策 這三個是完全強迫的 你核氏不見 因為台電每次都恐嚇說 啊如果不見核氏啊 你們就完了啦 沒有電格用 林俊雲馬上拿資料出來看 他說哪有 他說我們核氏 遲了十幾年沒有靠 到現在也沒有強迫多 很低了 所以事實上喔 不過是這樣啦 大概GDP的成長 當時的估算是說6%的 所以才需要改革市場 可是事實上 也沒那麼高 因為進入已開發以後 GDP要維持每年6% 好眸臉 所以事實上整個核氏的估算是醜物OK 所以 他就不講了 可是這樣啦 台灣東六還是經濟需要發展 那 他講過喔 上個問題喔 產業政策 能源政策 跟健康政策 最近喔 我就問 因為真的剛台北市長以後 開始有些東西要死倒了 比方說啦 台北市的產業到底要發展什麼 有趣的問題 雖然我們GDP在台北市的產業裡面 整個台灣的GDP大概70%還是無業的 不過製造業還是 一個國家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 又說台北市的 或是說北北市的 是不是我覺得你看 我們這個北北市的 他很快 有限制來算的話 我們可以發展什麼樣的產業 這真的很大難難題 表示說齁 其實像台北市的國家 我們也不可能 什麼東西跟人家玩 所以產業政策就開始決定了 如果我們不要蓋核實 那我就不太可能走那個高耗能 高物產的產業 有一次我去演講 你知道齁 我就講一個題目 他說 我在演講當中 最後說齁 如果不是的話 宜蘭人要感謝前進來 要感謝什麼 因為他拒絕六千 讓宜蘭留下來 討戰討隨 那我才講完的時候 葉原講者 叫詹長犬 他說哪裡需要50美 我現在就馬上就有資料 然後就發表 這個發表在國際期刊 六千還沒蓋之前 宜蘭跟雲雲的 壽命 人民的壽命跟所得一樣多 那六千蓋下去 經過12年再統計一次 所得還是一樣多 壽命差0.8歲了 所以那個六千的殺傷力很大 是讓我們中國公會的統計 目前台灣 癌症最多在哪裡 就在台西那裡 各種堅持 你說六千蓋下去為什麼 宜蘭的生活沒有改善 因為賺了錢 繳醫藥會剛好繳掉 都會打拚 但是壽命跟宜蘭密切少1.8歲 所以 能源政策的意思就是說 以台灣的幸福 都會發展什麼產業 這還蠻考慮的 意思就是說我們如果不蓋核實的話 那高耗能高屋能產業就不能做了 可是不做你要做什麼 真的要思考 所以每次在講說 台灣要發展什麼生技產業 發展這個 IT 講得簡單 IT還做得好像還科研 生技產業從來就沒有正正成功過 如果有說為什麼生技沒有辦法成功 當然理由一大堆 所以這很有趣 我們台灣學生唸書 甲族低資源是電機系 零族低資源是醫學系 可是電機這邊的產業表現還真的還不錯 因為產業IT產業 暫停的股票市值 超新的火花 所以表示電子這邊的表現還不錯 醫學這一邊 好像表現沒那麼好 所以當然有個原因 我們台灣的醫學教育 只聰明的變更噴 噴的更噴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因為他平均 他這種公職 我是少數從醫學逃出來的 所以好算打烏功告代話逃出來的 沒有繼續變噴 所以我每次說 我每次都說 你們台大醫學 不是你們 我們啦 我們台大醫學 埋葬台灣最多的人才 台灣最票一萬人 在這裡 紅紅紅紅紅紅 生技產業做得不都很成功 所以 高耗能高自然產業如果不做 那到底要發的什麼比較 比較高 高低耗能的產業 還蠻大的題目 也不可能什麼都做了 所以這個產業政策要解決 再來能源政策 每次在罵國民黨 核事為什麼不解決 很簡單 那個能源政策 你不蓋核電廠 水利啦 風利啦 發熱能源啦 再生能源啦 那個地熱 我一大堆就要吵醒了 拿出來討論嘛 可是看看喔 我們在替代能源的那個 花的錢 很簡單 過去 經濟不發 在替代能源 準備了研究的錢 那種 看就知道 很少啦 所以意思就是說 過去國民黨政權的話 反正就是 以不作為 立法力 往核事移動 因為你 產業政策不動 能源政策不動 這個 沒得選擇 是要往核事移動 所以我剛剛說 核事不蓋才是問題的開始 不是問題的結束 好我們現在不該核事的 那整個台灣的能源政策到底要怎麼弄 所以有一次我遇到 李登輝阿伯 李登輝 李登總統 他說 他說 台灣這樣廢根的土地 他說是不是要公平 他說那個來做再生能源 那個就是 就可以解決很多 這個就是 底光說嘛 所以 所以我們的能源替代政策到底要怎麼 我們的風力 雖然以前台湾 很薄 地熱 再生能源 這到底怎麼夠 那台灣的產業政 那個能源替代政策是什麼 這要想 有想跟沒有想 用哪些當indicator 很簡單 你經濟部 過去十年那個發貸 替代能源的 那你花了 那個準備的錢 研究的錢多少就知道 很少嘛 所以那個這樣 把不作為當作作為 避破全民保 不是運動 所以這個就是要監控 能源政策 再來 節能政策 節能政策倒是台北市政府 比較可以做 我前幾天去看 參加那個 智慧政治的一個 電腦站 其實台灣只有一個 IT的打火 台灣的IT 還是在世界上 還算做得不錯 其實智慧建築跟綠建築 我們來做的還是不夠 我每天喔 出門前要做什麼工作 去把我們家那個 外牆的那個電燈關掉 我剛才不夠漏過的 我這樣 Sensor Detector 就 早上天一顆自動關電 智慧建築 那都不 所以那個 我剛才我家那個外牆 就 盪廢掉多少電 LED燈又盪廢掉多少電 還有一個廠商跟我講說 LED燈 如果你們來在醫院 可以說 給我包LED燈五年又可以 就是 電費 就只要去買那個建築 通貨門上可以加 你所有的電費 我給你換的LED燈 你都沒有發錢 你的電費就幫你收 照目前的收 太五年 五年也好 再解除 意思是說 他幫你換LED燈 利用死能調的那些能源 來做他的 費用 這個很簡單啊 為什麼不能做 政府說不可以 一千五年以上 不可以一家簽五年 那規劃就不能簽 哇 我告訴我 法律是為人民 如果不是人民要無法律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常常就很多法卡住 我現在是很認真的在破壞 反正我認為那個會把牠拔掉 就想讓人家把牠摧毀掉 法律是要無正的 不是人家無法 所以很多人家要解決掉 所以 政府採購法裡面好像不能說一千千五年 那要去踢翻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一根根本翻就能翻掉了 這還行多少 可以說六百元也要翻 所以說能源結論政策 所以大概有幾個宣示 台北市政府可以做的 大概比較能夠做 在產業政策能源政策 這不是台北市政府有辦法找你 包括人家 台電那個智慧電筒都沒有做得好 因為智慧電筒拿吹掉 那是有熟透水電量 他如果開放那個 太陽能採購 太陽能讓民間可以那個 可以很靈活的 使用太陽能 能源政策可以解決 不過是 因為本人目前就是台北市長 無法解決這些 當總統也要講 產業政策能源政策沒辦法解決 我可以做的是結論政策 所以智慧建築 並確定要做 所以為什麼最先開始推那個田園城市 台北市在夏天的時候 中午 比所有的噴地 多4.5度 所以後來發現 台灣的耗電 其實台灣的電 就是夏天的中午耗電量最高 那種燃氣 所以只要把那個pick壓下來 我們是要那個 capacity 那個預備 那個預備的能源就不用 貝宅 貝宅不用那麼多 所以要把夏天壓下來 它壓下來怎麼作為 其實田園城市就是個辦法 綠屋頂 水耕農場 蟲蟲 台北市 水泥蟲林 一塊水泥 所以夏天的 溫度中午的溫度比作為多 4.5度 有沒有數據 有有有有 你那個衛星圖一看就很明顯 那個溫度 紅外線 衛星起來 台北市 在夏天中午 中間是紅紅的 旁邊是比較綠 所以很明顯 那溫度可以洗頭 所以如果把台北市的溫度降下來 綠建築 智慧建築 透水性的地面 透水性的地面 這個我們是台北市政府可以做 所以將來台北市整個公園的建設 綠建築 智慧建築 還有廣設公園 支風室 還有整個那個 停 不過我真的講說 大概先問到差三下 透水性的部分比較貴 但是我們要消消以後 那個就是 已經 挖挖鋪也是花很多錢 我們現在開始要統一挖鋪 大概要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建立那個統一挖鋪的重心 以後 不可以說你想挖就挖 要挖的全部在統一登陸 所以那個統一挖鋪 共同管構 統一挖鋪比較容易 共同管構他們還在 還在思考 我想要怎麼弄 為什麼後來發現 共同管構會有問題 埋在地下鋪算公務局管的 在上面的天線 是官船局管的 不過同一條天線 跑到地下鋪算公務局管的 跑到上面 官官傳播局管的 怎麼給我講 看懂 不過 我到台北市政府一個月的感覺 百費代絕 這條天鋪 不同的地方 管的人不一樣 一棵樹如果種在公園管理處 如果在學校的教育局管 在哪裡 一棵樹按照他長的地方不一樣 管的單位不一樣 我都聽說 我都看他全部統統統一 真的 還有太老的要變文化局管 年輕的樹是公園 所以公園處管 比較老的樹是文化局管 百費代絕 我每天在喬出來 整理出來 電線的 單位要統一 市的單位管理要統一 每天在讀出來 從早上七點半就中午半上十二點 這才是很多 不過是這樣 反正該做的事情很多 只要方向確定 所以 產業政策 能源政策 就 台北市政府可以做的 我們還是有往那個 因為我們知道有價值方向 所以我們要往那個 這個方向去前進 所以大概在這個 政策之下 田園城市 透水性撲滅 有些看著就一步一步 慢慢去 讓人是這樣 做多少算多少 這個國家千瘡白鋒 也不幾天可以拯救的 他們 他們開一步 我看到你們都在想到 我還欠你們一百萬 我還在結帳 我在結帳 那個鞋 我在結帳 我要結帳 我還要結給你們 我還要結給你們 好 他剛剛講 我先說明一下 現在 不要太難了 我想 柯P在台灣的政治界 就是我們政治的文化 他其實是 百惠代金沒錯 我們台灣是百惠代金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那一個文化的問題 政治文化的問題 柯P是在做這個翻轉 這個如果翻轉過去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 就簡潔了 所以我們大家是不是給 柯市長一個掌聲 好那我們現在請 我們打扮楊冠阿嬤來 財政法人 內委務界基金委執行長 楊冠阿嬤 所以楊冠來了 市長我告訴你 你現在提出的那個田園 太陽能 上面屋頂那 要太陽能做屋頂 旁邊都可以 站起來就好 那下面的重點 我一直在做 我已經都做到了 所以市民農業 應該是什麼人來做 不然也可以解決 營養午餐 我們的營養午餐 非常非常爛 我是實踐大學 我是看不下去了 為什麼呢 我們就讓現在 這些年輕人 太陽壞的孩子 我現在在討論 讓大家 餐飲科的人在外 像所有餐飲科的學校 學以致用 我們的學以致用 是都在八個五樓的東西 大家都派得去 心想跟你說 職業的孩子 不要去考醫生 這最後 職業的孩子 醫生不要跳 跳完就讓他 他讓他換路了 換路才可以 我們改革問題 不是在製造問題 我們製造問題 都要跟醫生去解決 因為我是醫生家庭長大 我很清楚痛苦 所以我從這裡說 希望了解 我們可不可以用學以致用 讓多少的餐飲學校 就是統一度量的 你不知道對不對 這點很重要 所以他當初統一度量 所以今天 Medic German 為什麼大家都愛 沒有問題 統一度量 他說以15倍數 我舉個15倍數 作業基準 所以因為這樣 你所有的東西 都是統一度量的 你這個派遣 我不需要走路 當時這個派遣 只會變成鼻孤兒 就變成廠商的歐邊來 所以從源頭 讓你從源頭自己來 塑品清源 所以如果我們能當 這些小孩 蔡英科的小孩 我問你本年 他沒所在去 來學校 他一定有差別 所以結果是 社區的媽媽來做 我們現在學校來做 小孩子 蔡英的孩子 我可以幫你規範 我們在訓練 我們在培訓 我在桃園 可以已經在做培訓 弄了一個最標準的 廚房設計 從西餐到中餐 各式各樣的應定制宜 很重要 然後一套 一直亂走 他只是一個 所以我從這裡 希望能夠 可以這樣來做的話 而且我們現在 就是職校 院校 蔡英科的 老師也提供要投入 然後在那邊做 這是課程 我就這樣批分數 這樣的話 我們的小朋友也學到了 好 我們簡短 那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整合起來 還有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這樣 還有我們現在 最大的問題 台灣最大的問題 是我們那個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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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觀念板 是牆壁 所以做不重要 高的建築一定要用 因為牆壁 在以前的時候 你看 好 麻煩我們去 我都是牆壁 不要只牆壁 謝謝 好 謝謝 可以 預備 我等一下 像我們這種建議 我們要開始建議 我們要把民間的建議 收集進來 所以說這樣是這樣 像表達你們 像表達你們 開完這個會議 有會議結論 送禮物給代表市政府 我們就看哪裡都可以做 我們要開始做 好 謝謝 秀吉 謝謝 柯市長 您好 首爾市長 他2016年開始推 節省一座核電廠 2014年 他提早半年達成 台灣有一份雜誌 就是為了引起你的助理 他這一期做一個主題 叫做科迪甘學首爾做的事 就是希望我們在台北 可以來推 檢查一座核電廠 那我 聽過他們的裡面的一個 負責推動的 尹順珍老師的演講 我覺得我們台北 比首爾更有條件 因為我們的太陽 比他們還好 然後不知道 市長列寬話 我跟你說 你做的事情很少 所以是這樣 就是這樣 像這種 類似民間的民間 你們就 開會以後要有結論 我跟你說 外科醫生 一、二、三、四 我在撲下來報到 我現在飛機都 前年後的 一、二、三、四 只能這樣 一、二、三、四 要哪個要做 就開始做了 這個就叫效力 我想 我們這個議員會給 柯市長 我們那個 農隊在這裡 他聽到了 因為我們今天有請一個 在昨天 請一個日本的 再生能源級的 集長 米卡 他 他想問市長一些問題 謝謝你 我的機會 我的名字是米卡奧貝西 從日本的燃燃燃營 我邀請了 昨天的會議 請問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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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是美其他人的 名字 請問市長 改善政策、政策、政策、 然後我們要做的第一項目 是設立了能力的新的能力目標 你的目标要有具有野心 常常的力量公司 比较多大的公司、市政府、国家政府 所以我们不可以控制他们 但我们可能能够在他们的领导 然后尝试新的能力 尤其是能力保障 能力保障的地方 能力保障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这种角色的角色 一般来说 电力公司比市政府 甚至比中央政府 都还要来得强益 所以我们希望是从外部 再生能源的目标 然后最重要的是 节约能源的部分 从这个部分开始 在阅磨特邦地和其他国际 军事的领导 在2020年 领导大使 未产领领维 在2020年 東京有大概一千萬人口 東京承接2020的奧運 他們設下的目標是節能要20%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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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you say the power company is powerful right Even become powerful than the government right but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the politicians need those rich men but I think the mayor is a non-typical politician so as long as we can see he fight for those big consortium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governor under the mayor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ose big companies don't worry ok 好 我跟你說 台會在一起 我出了水中又沒有出國 我出了水中富的感覺 說了很久 好 那我這個年輕人交代 簡單 柯P市長 算起來還跟你有點親戚關係 可是不敢講 講了會被修理 我是新竹市前任的議員 剛才柯P特別有提到節能的這一塊 可能我們一直沒有忽略到節能的這一塊 連續38年來 都溫度一直上升 那我要問 因為我本身也是 國民黨的中央的一個 溫傳會的一個副主任 我記得那時候何事 國民黨一直希望我上電視台去辯論 可是那時候三億事件以後排山倒海的 那個勢力我真的不敢上去 那現在我要問 我要問 就像剛才我們柯P特別提到 3000億 就是你的故鄉 我相信那個劉會長也當選或市長 3000億是新竹市十五年 十六七年的總預算 就是我們新竹市政的總預算 我們每次要爭取一條三億的道路 都要撐好久 都要爭取一條 可以蓋一千條的道路 一般的道路 我要問的是 如果 今天我想你也是新竹之光 你建立了很多政治的一個新的形象 新的點半 我要問 今天 如果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會廢嗎 你敢直接了當的就把核式廢掉嗎 因為三千億歐 我跟你說 這就是這樣 我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事實上 我是很高級準題的 那個防災中心的前後任主任 都來給我上課 我們都做那個台北市的工法 台北市的旱災、水災 在各種災害 做過共防練習 只有一條是完全無解 哪一條你知道 三角斷層地震 然後影響它合一合一 這條完全無破解法 那個一旦發生 滅火 台灣就滅火了 滅火 我們在做各種練習 那種共防練習 做上演習 這條是無破解法 我告訴你 就這樣 三千億就是咬電症被殺出來 所以我老實講 這個混 所以說 有沒有比貪污更嚴重的事 有 絕出錯誤 當年 如果 林訓益一直跟我抱怨 那人叫外國 聊三百元 這被殺出就掉了 現在聊三千元 那當然是這樣 這講到最後大家都有錯 大家說有啦 大家在民國 那就可以 那問題是 今天 今天 我有明白講嗎 可是這個 開動你們的感受嗎 對 那保障家 怎麼跟人家說 那時候我們在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應該會不會用的 就趁人家去去的 聽到腳都軟了 那時候會連起去的 你不要笑 真的是 那保障家說 大家應該不會用的 所以 就去算了 就去去的 你去看 是那個 那個 包商的態度都是這樣 聽一下多可怕 好 我想我們再講個問題就好了 剛剛有一個記者 然後還有 還有我們副會長 還有問題 這樣子嗎 簡單喔 那三個三個問題 我們在競選的時候 有提出 官報官邸 還有 包括 環核 減染件 減碳 還有 各種再生能源 各種的 環境上的 意見 我們 希望 也期待 何修長 幫 因為是 很夠執行的計畫 能夠 再 我以 我想 兩百多萬 謝謝 好 來 來 我們議長 柯市長你好 我曾經拿 一千三百零六件 台北市政府 給我的工 今天早上 我再去拿 大概這裡 快二十件 那為什麼 因為 公文那麼多 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是假扮的 我走得多 發現不對馬上打 1999 所以你們馬上給我 但是 同樣一個公文有兩張 所以 這樣一個浪費 還有 昨天 像那個樓師傅 那邊倒塌的事件 我看到 現場 有人沒有戴安全帽 在那個工地 所以像 類似這個東西 我馬上就打19千 那這樣的情形 台北市政府 將來像類似我這樣 這個鐵某的人 怎麼樣能 迅速傳達 謝謝 謝謝謝謝 好 那個 早上記者也在問 1999 這個事情 我就說 我就說 我一個人感覺 百費代金 其實這樣 1999 有電化的 再來建立網路的 就PC進來的 還有那個 手機板的 還有那個 市場的信箱 還有那個 甚至到區公主 抱怨 我們現在要求說 我把它叫做Input的計畫 他有不同的介面進來 但是竟然進入Carmen database 我們這個 現在是沒有整合的 你知道 1999 電化一套 那個市長 我說 這個抱怨 就是一套 所以現在要求說 市民的抱怨 有一套 市議員的抱怨 所以市議員的請脫來 來跟大家登錄 沒有統計 就沒有分析 就沒有改進 所以我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就是 你來我就幫你進步 後面 我現在要先整個Inpu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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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armen database Carmen database 出一條 會有奧述的計畫 這個 或者嘴巴嚇一個命令 你考慮一個 鋪的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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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嗨 好 簡單 很多事講 我是小學生的兒子 剛剛有點一個資料 的第二份 最後你也有提到 就是剛剛你提到 像1月如果使用 那個LED燈的話 如果 三四檔路燈 在傳統的電力 需要在一年用的是 12萬6千塊 如果使用的是 LED的話 是6萬3千塊 那 其實台灣一直有一個系統 那也是有一個系統的問題 那在國際上已經做了 四個電廠 那個技術可以讓 三四檔路燈 從6萬3千塊的LED燈 變成8千多塊錢 也就是說 它在有一個環境的設計 效率可以有不同的設計方法 那這個技術可以讓台灣 既有的能源的15% 就可以供應整個 就是說我們其實 有能力讓整個國家的能源 是自己自主 完全不需要這個核電 然後跟太陽的工具 這些都可以組合 然後我們其實已經激起了很多人 就是想要找到台北市 會有一個公園 是我們可以來實踐做 你直接找那個 你直接找 找環保機長 好不好 你跟環保機長 直接找大台 你直接找大台 你直接找大台 你計畫寫好了 交給我 再交到什麼市長 好 很簡單 因為這個是今天的重點 我是彰化醫療協聯盟 還是好 因為我們今天 2015 民間能源會 對不對 我們 過天 就是全國能源會 所以我就不能不講 我們今天講的是 民間 綠色能源 推動會議 對 我們下個禮拜 全國能源會 就是全國 核能推動會議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要拚了 那現在我們政府 就在推動核能 我們這邊是推動地能的 那地能的話 我們以前都是 民間在那邊推動 可以說明小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們情情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地方包圍中央 那所以我們今天 有三個建設有來 那我們高雄 高雄我是覺得非常欽佩 平東也是值得非常欽佩 這方面 其實在高雄這邊 其實也很適合 台北市學習 那剛剛柯P也講的 就是說 節能方面也很重要 那這方面 我們是不是 我們把我們 這個結論 今天 跟昨天的結論 未來我們所有的 這些支持的城市 來支持的話 我們能夠 地方包圍中央 才能夠把中央 能夠改變 這是第一點 那有兩個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要來互相分享 因為我覺得柯P這樣做很辛苦 對不對 那我們像高雄市做這麼好 他把那些法律 都已經把它推回 打破掉的話 應該要擴散到全國去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每個縣市 分開來打破這些法律的話 然後很快的分享 很快的擴散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低色能源 才能夠推得比較快 然後我們把說 集合大的力量 把這全國的法律把它推翻掉 這樣才有力量 如果我們只是開會這樣的話 可能不夠 謝謝 好我想我們會把 我們今天的一些意見 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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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給柯P 那意思 好了 這個 柯P不好意思 那我想說 簡短 就是我們的那個 臺北市其實 非常缺利益 所以我們最近其實已經開始在檢討 就是有關於那個 廣州博愛院的錯誼的問題 那我希望就是說 柯P前朝市長 留下來的說 要在那邊蓋很多的建築的那個部分 我希望能夠做一些總體的 來選擇 一些考量 謝謝 我想柯P要不要回答 那個廣州博愛院 沒有 那你直接去找那個林作民 那他站起來 我們就再重新規劃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柯市長 柯市長 柯市長 我們會把我們的 謝謝 好 來給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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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好啦 1 2 3 好啦 1 2 3 好啦 1 2 3